剛才講到黃國昌 大家都想要補充啦 不過翟哥我先帶您來看一下 你知道趙少康最近說什麼嗎 趙少康說 現在的數位大法官 都是蔡英文提名任命的 他們都以民進黨的意志為意志 這種真是荒唐 比小法官還不如 就是大法官 他們都把大法官捕捕成這樣 好像只要貼上一個綠色標籤 這樣就都沒話說了嗎 來 翟哥 孟希 羅志強跟趙少康 比那三個小 還小 好可以嗎你沒說出來 沒有啦 那個三個立委還小 比那三個立委還小 我們不能說那個三個小 那個留給觀眾朋友自己去想像 孟希 我剛才那個解釋是說 我跟明毅剛才說的 得罪那兩年修正一下 不是不是去得罪 不是得罪的概念 是這個立法院國民黨跟民眾黨 他們去收立法委員這款行司法 跟自己本來要用所改期的這款 變國長去影響到總統的款 去影響到行政他們的款 影響到檢查他們的款 影響甚至威脅司法他們的款 很嚴重是影響到我們一半八十 在憲法保障的基本管理 這是大家上期的所謂 所以總統作為憲政機關 他為了要保護我們台灣人的 基本管理提出這個四千案 一樣 六萬一 民進黨的黨團 一樣是站著這個基礎 所以不是得罪 我們要一個概念 不是得罪 因為我們台灣的憲法 在國民黨來的時候 這部憲法叫兵起來 兵起來之後 到李總統跟民進黨的時候 用一個憲法徵收條文 所以我們是在這個 以前的違反時代 竊起一個十二條 憲法徵收條文 我們的民主是在十二條裡面 但是基本管理在本文裡面 全世界都一樣 所以我剛才開始跟大家說 就是說 郵佩雄 台法官 問恩國衆的 就是問在憲法的 保護人民基本管理的 這個比例的環節 你有做到嗎 因為我再說一件 比例的環節有三個 你要合理不定 所以問你說 你到底你的環節是什麼 你也說一個道理出來 你的定義是什麼 所以他說你就是 一問答問 你一問答問 有什麼人說 審判長 他叫他吹吹吹吹吹吹吹啦 審判長說沒有黃國昌三天 叫他去交作業 第二的關節就是 最小的孫孩 你說最小的孫孩 孫孩什麼 孫孩我們人民的基本管理 因為你在法律嘛 法律會去反正我們的行為嘛 第三個關節就是說 第三個關節就是 你也要有一個政黨的庭署 現在我們說那個 翁小玲好了 翁小玲 沒有啦 翟哥 為什麼就跟你簽高 你覺得黃國昌 他那個心態是怎麼樣 先發法庭 他自己覺得表現得很好嗎 他怎麼還有時間 大家看他直播的留言 我現在有什麼聲音 因為 他是很疼的還是什麼 不是 他講他 因為 他只在意這些留言 他說那個立法院裡面 都消費聯絡 沒有人會把他擦拭 但是在那個台法官 那個空間 15個台法官擺在那裡 讓你有時間 大家都是實力非常堅強的 不是 我們不要說實力 因為都沒有 他都只說屬性而已 因為他台法官所說的屬性 就是叫你立法院通過的發案 的內容 來比告說 現在 那天是處理什麼 你知道嗎 那天是處理要緊急 出分 蔣庭出分 這個事情 對 到底要不要暫時 什麼份這樣子 為什麼要暫時 蔣庭出分 因為 因為法院開始進行之後 我們的八線的管理 我跟你說 他現在不是有超市嗎 超市案嗎 他們已經成立一個 期待調查調查 而且靜電室嗎 你只要超市案的 老闆開的時候 他就要跟他 公司所有的影響 都要說好 這樣就是 你去侵害到 八線的基本管理 所以這個事情已經發生了 所以 郵佩雄 台法官這樣問他說 你到底你的管理 你的管理在哪裡 你的定義在哪裡 這是郵佩雄的台法官 問郵佩雄的 另外 蔡宗生問翁曉林 其實也很清楚 他第一句問你說 他第一句的前提 他生一個前提 因為都做十二分鐘 他前提就說 立法委員有立法款 沒問題 但是你是不是認為說 你立法委員 也有立法的改稅款 法律的改稅款 你問喔 你問喔 問完之後 第一個開始說 他就問翁曉林說 你是不是要挑戰 台法官第五百八十五號的改稅文 你是不是要挑戰這個 台法官第五百八十五號的改稅文是什麼 就是說立法委員 對 因為他立法的這款 你有一定的調查款 但是 但是你如果不能說 完全都沒有犯罪 是有一定的聽述 所以 第二就是說 你不能因為 他的改稅款 現在的調查款 他全輸於改稅員 所以你不能超外 改稅員來 行輸現在所有的調查款 所以立法委員 現在只有調外文章的管理 他沒有調查款 調查款是改稅員 所以 這個 你問一下 這個什麼 慕尼黑大學 整個都慕尼 慕尼黑的博士 é 慕尼黑的博士 翁月生 還有他人親生 不是只有陳孫生 他家族 他家族都剩下的台法官 翁月生是翁小禮的親生 他都加威人 加威娱怡的人 所以 這種台灣人 你的家族都打到 打到這樣子 你真的打到伺點邊 來 這個部分 我們稍微來收習一下 等一下回來 我們要繼續來關註 當然這兩天 這個政壇 其实也是非常的震惊 前桃园市长郑文灿 在昨天晚上被收押觐见 等一下回来 我们继续来关注